其實今次所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措施 其實真是一個很荒謬很滑稽的做法, 其實完善的意思是本身都不錯才完善它, 究竟整個選舉制度什麼問題呢? 其實是沒有足夠操控給它, 以往來講其實已經使得它足夠地穩奪一半以上, 大家很清楚就算是民主派贏多少民意支持都好, 以往來講都是少數的, 但現在我想在上次區議會選舉之後它已經沒有信心, 它怕就算是現在的制度那麼多保護建制派都不足夠, 它完善,為何是百分之一百可以超安全地操控, 即是完美的操控,完美的控制, 即是百分之百屬於建制派的立法會, 其他一整到那麼複雜的選舉方法, 尤其是選舉委員會, 任何每個界別裡面的一人一票都沒有了差不多, 法律界那三十席全部變成團體票, 還說明是親建制的團體,其他都是, 根本沒有了個人選票,今日立法會將整個選區劃到七彩, 你都不知道完全本身劃區那個界線已經全部將它改變了, 你知以往政府在劃區方面如果它要改變是要很多資訊, 改變少許都很多資訊,現在不是,已經將它面目全非, 所以都無所謂,換句說話而言其實不只是完善, 不那麼簡單,其實完全將它面目改變, 即已經完全裡面的結構都改變了, 變成一個完美的操控, 好,個個看得通這件事,你說如果唐若領導說不是, 還是進步,還有民主,這是皇帝的新意, 我想我們那些皇帝都不會蠢到這樣覺得自己無穿衣, 還以為自己有件新意在, 我想都不會愚蠢到或白癡到這樣, 但是這個皇帝是要面目的,等於我們領導, 他做了一些事之後, 他覺得他不想被外界公開批評他, 他都接受不了,覺得是龍顏, 大路的他的尊嚴是受到公信或受到公開挑戰, 他是不行的,你可以個個不信他, 但你不可以公開說他的事不可信, 所以他擔心將來這個制度完全無公信力, 完全無人接受普通市民, 覺得他是一個完全操縱的選舉, 於是無甚麼民主派去自主或自由參選, 正如說來世界建制派,他更擔心別人會叫投白票, 可能白票會多過當選票數,甚麼面都沒有了, 他寧願你不去投我們, 但問題是投白票一路不是犯法,這等於棄權票, 第二樣是如果你不記名的投票,你怎知誰投白票, 所以他針對說你不可以鼓吹,不可以組織投白票, 他的概念是就算合法也好, 他的後果如果經過組織出來, 會造成一個負面影響,打擊政府威信, 打擊政府運作能力,他都可以說你犯法, 最嚴重的現在47人國安法控訴, 說你選之後用基本法機制逼政府就犯, 如果不回應五個訴求就可以否決財政預算案, 這是合法,基本法容許, 如果否決財政預算案還不改, 就可以逼特首落台重新選舉, 這些都是基本法規定的程序, 但他說不行, 因為如果經過組織拿到選舉結果多數, 然後有安排地有計劃地向政府施壓, 就算依著基本法程序都不行, 這等如可以阻礙特區政府運作, 或者造成打擊整個特區政府管治效能, 就可以說你顛覆特區政府, 顛覆特區政府等如顛覆整個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他現在將它立法, 他說你的投票影響整個特區政府的威信, 影響它的管治效能, 所以我就算不是說你違反國防法都好, 我現在就注定在法令法例裡面, 這就是犯法的行為, 他的概念是這樣的, 這當然是笑話, 是一個尊重表達自由, 尊重言論自由, 尊重結社自由, 甚至尊重選舉自由的地方, 怎會有這樣的法律? 還有你為何需要這樣做, 極之心虛, 極之恐懼, 人民會透過這些方法, 去到使政府沒有面, 守到它受到恥笑, 但我會告訴你很多方法, 將來人民是很聰明, 但這個政府都會很強猛, 我想如果過去這個法例, 我出去跟人說, 大家不要投白票, 你們記得去投票, 但不需要投白票, 那些人可能會提起他投白票, 接著我都會被人拘捕, 其實你看你的樣子, 這樣說話是無忠誠, 其實你說反話都可以, 於是又可以將我告入, 你知甚麼都可以, 現在做到, 如果我叫人說都要去投票, 如果不投票, 政府好無面子, 接著很多人不投票, 他又可以入我罪, 因為他又可以說你講反話, 說你看你的樣子, 你知道你是不會忠誠, 你說的說話一定是反政府, 都可以, 所以是很恐怖, 將來是指鹿為馬, 政府就會向法庭施壓, 當然又不入罪, 我希望法庭有底線, 但我講現在政府告你搞搞你, 困住你滲得幾慘, 你明明, 所以將來現在香港怎樣發展下去, 現在在這管治下, 真的顛倒是非, 指鹿為馬是很恐怖, 亦都是很無恥, 整個政府做的事可以是,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面對這樣, 但它解決不了問題, 因為人民鬥爭會靈活, 亦懂得幽默, 其實大陸都是這樣, 但香港目前可能會更多空間, 譬如阿布泰事件, 那些人不是懲罰性消費, 你去搞阿布泰, 我幫你懲罰他, 但幫你懲罰他便跟他賣東西, 譬如早前拉黎智英時, 那些人去買壹傳媒股票, 大家知道黎智英拿了50%以上, 即增加了黎智英的資產, 黎智英都不知, 當然我知道他經常在警署, 他都不知, 我想起好事見他, 要升幾倍, 他完全不知, 但人民會懂得怎樣做, 不需要任何領導組織或鼓吹, 不用,很聰明的人, 互動,互相有默契, 然後盡在不言中, 做出來的事大家會覺得好笑, 但民間會好笑, 但當權者會面青, 你想到林鄭的樣子會怎樣, 又會反眼, 很不高興, 那天石禮謙問他少少事, 何時回復政筆政府, 他已經臉都青了, 發指眼都反了, 差不多教訓石禮謙, 他說我為何下不了區, 因為那班動一下來追擊我, 這些是反對派衰, 搞到我們政府經常都要 給他們抹黑時, 中央政府又要外交培語澄清, 是這些反對派做出來的, 意思是問這句問題, 觸犯觸到他神經, 是這樣, 所以不要緊, 香港仍然充滿生機, 用我們的聰明, 用我們的智慧, 但我們是要有我們自己的希望和信念,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需要做一些暴力的破壞, 那些不需要, 對一些邪惡的事, 對一些不正義的事, 我們用我們的方式來批判它, 來表達它們的不滿, 這個香港人一定做得到, 但是我們要用我們的方式來批判, 我們要用我們的方式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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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用我們的方式來批判,